美國總統奧巴馬否決了911法案 這項法案允許15年前911恐怖襲擊的死難者家屬 起訴被指控和劫機恐怖分子有關聯的沙特阿拉伯 不過奧巴馬星期五的否決 或者只能夠暫時推遲該法案 美國國會將會推翻總統的否決令 很多華盛頓觀察人士認為 國會很可能對奧巴馬採取回絕的行動 如果推翻這個否決令 這張是奧巴馬兩架任期中首次出現他的兩個否決令 是被推翻的一個情況 奧巴馬總統在給參議院的一封信中說 《法律制裁恐怖主義贊助者法案》 既不能保護美國人民不受恐怖主義的襲擊 也不能改變他們應對這類襲擊的有效性 而奧巴馬就做了一部爭辯說 這個法案將會更廣泛地損害美國國家的利益 表白馬外公司 羅斯拉偕 既大二 但我曾建議 都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